歡迎來到KO撞球教室 教你怎麼KO對手 這集我將要告訴你們怎麼去打一個犀利的桿法 這個不只是適用於推桿 連拉桿也是可以的喔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現在請秉重示範一下 犀利桿法的知識跟他原本打擊時候的知識的差別 那你先佔 你原本打擊的知識 這是原本的知識 那現在把它換成你要打犀利桿法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他的腳部變得站得比較小 然後呢下巴也離球桿稍微多一點點距離 這樣子會讓這邊的空間變大 那現在請秉重示範一下如果他站正常時候的出桿方式 他這樣子會有一點去打擊到身體 那現在再把它改成像剛剛那樣子站高一點的感覺 這樣就不會去碰觸到身體了 這樣子會 讓你手會 出桿的時候變得更加的直 那還有一點要注意喔 就是 在運桿的時候 手腕 是要稍微放鬆的 因為這樣放鬆 就是像剛剛說的 你手就不會那麼僵硬 在打擊時你的出桿速度會變快 桿法也會比較犀利 現在秉重來打一個強拉給你們看 現在換強推 今天的教學都清楚嗎 如果不清楚的話 不是我的問題喔 是秉重沒有示範好對不對 開玩笑的啦 好啦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留言給我們吧 一樣 還沒訂閱關注的 趕快訂閱關注喔 記得要打開小鈴鐺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